17歲的營養 我都會先噴保濕的 因為就是比較好上妝 17歲應該很好上妝 對 妳膚很好 然後我會用隔離乳 它是控油的 就是我會塗在T字 隔離 然後只打在 只擦在T字部位 就鼻子會出油 它是比較會出油 它會讓底妝就是 一整天然後不會脫妝 沒有臉頰 用另外一罐 因為臉頰是乾的 好恐怖喔 分區 這是什麼 它就是保濕的 然後它叫金磁霜 然後也是 就是可以叫持妝 金磁霜 金磁霜 就是金磁 金磁 妳就是比較不會被男生騙 為什麼金磁 不要金磁 17歲就對了 然後我就會上遮瑕 因為我黑眼圈 就是比較重一點 它先遮 然後就拍開 我發現她化妝很秀氣 然後因為橘色就是蓋暗沉 然後再用提亮的 她們兩個用同一支遮瑕膏 是喔 是不是 同一個牌子 不一樣 不一樣 可是很像 盈盈 我突然發現妳像誰了 誰 妳很像剛來女人 我最大的鴨美甲 大家有發現嗎 哪裡啊 妳有沒有考慮到盈盈的刑警 真的 有 就是稚嫩的鴨美 我不知道她是誰 她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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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趕快把冰冰 投給鴨美甲 一定要嗎 一定要... 我回去看... 為什麼不會看這個投的 鴨美甲是我們 也是我們千千萬萬公務員 以及會計的代表 我們知道我們 鴨美甲是寶耶 以及長屁人代表 對 然後我就會直接拍氣墊 她用氣墊粉餅 妳先從額頭開始拍 對 我剛剛有發現 因為它這邊都遮瑕都遮好了 然後最後就刷蜜粉 氣墊粉餅還要再刷蜜粉 我一直以為用完氣墊粉餅 就不用定粉 因為傳統的氣墊 它是那種水光 會有一點點亮亮油油的 對 台灣女生就是 明明知道自己不能夠看起來 但又愛又濃油油的 但又愛又濃油油的 所以又要定妝 在韓國其實用氣墊很少定妝的 不錯 它畫完 對 我覺得妳滿會的 還輕厚的 有差 有差 亮了 它又很自然 而且也滿白的 不會覺得很厚 很難 好酷 對啊 要選誰 不是 好難 外個臉 就是很光 在起草店 對 那就老師 到底妳給台妹 還是陰妹 1 2 3 台妹 裴結 裴結它是用傳統的粉底液 它上妝的步驟 除了就是說 它可能在用這個所謂的 毛孔隱形的產品的時候 它畫圈的這個動作 對毛孔阻塞 可能會有一點點危險之外 它其他的這個化妝的步驟 都還堪稱標準 沒有太大的錯誤 出來的妝容 其實兩個的妝容 我覺得都很漂亮 但是陰影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用的是氣墊 而且是有水光的這種氣墊 但它後來用的蜜粉 它一直刷 它一直刷 所以很可能會把它氣墊 原本的那一層薄膜破壞掉 所以這一點上面 就可能就是在使用 跟產品了解度上面 了解了 老師竟然是叫你來選一個 示範一下好不好 底妝 完美無瑕底妝 又快又準確 那就陰影好了 好不好 來 陰影 你在青春期 像這種16 7歲的時候 你的臉上如果冒很多青春痘 那就表示你是標準的 油性痘痘肌 如果你在青春期的時候 沒有說整張臉都是痘痘 那你就不具備標準油性肌膚 所以像它現在這個年紀 其實它的皮膚 絕對不會有油性肌膚的困擾 所以它T字部位出油是正常的 不要把油當成洪水猛獸 對 因為反而你用太多 那種所謂控油什麼的 全部把它蓋住之後 毛孔不能呼吸 所以那老師就 就不要再猜什麼控油的嗎 對 我覺得其實你 你並不需要控油 因為我現在肉眼看你並不油 那它只要基本保養就好 對 我現在用的是 這種妝前的保濕 好 然後它剛才用的是 很多道手續對不對 對 好 它好像遮眼睛就遮了兩條 兩個產品 我現在也是用氣墊 但是我用的是金屬氣墊 然後呢 對 它是可以用推的 這個是更進階的方法嗎 它是可以用粉底刷的 對 它可以粉撲直接推 然後可以用粉底刷刷 然後它一點水光油光都不會有 然後我只要輕輕的放上一點遮瑕 我現在用的這個 它其實是一個提亮的產品 是喔 然後它是乾爽型的 沒有油的提亮的產品 淡淡的香檳精的光澤感 我現在其實是先幫它提亮 讓它的眼皮有光澤感 然後光澤感之後 我再輕輕的拍上一點一般的遮瑕膏 那我用了剛才的那個氣墊之後 其實因為它瞬間 其實是轉換成蜜粉的質地 對 所以妳不用再用蜜粉了 我這麼近看妳就會覺得 就是沒有那種油油的感覺 也沒有油光 對 因為它也不會有油光 對啊 妳看這樣子的皮膚出來 其實 對嘛 可愛了 好可愛對不對 其實步驟也很簡單 對 簡單